人来台开的连锁拉面店 主打浓厚口味 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不过去年老板才公告说 因为没有办法维持品质 所以关掉其中一家分店 现在又缠除老板再度 因为员工教育的问题 气得在推特上发文 写下了想揍员工的心情 甚至还想把台湾的店 全部收掉回日本去 这po文曝光之后呢 老板澄清说只是气话 并不是真的要揍员工 只是街道的客宿实在太多 才会气到发文抱怨 浓郁汤头历经8小时熬煮 再摆上满满的叉烧肉 主打浓厚口味的 日本拉面连锁店 创办人去年才公告 无法维持品质 关掉其中一间分店 没想到26号老板再度爆起发文 推特上写着 差不多快要揍店员了 但没有办法真的打人 那要怎么办呢 内心已经快要到极限了 在心受伤之前 想先把那些员工的手腕折断 说了这些抱怨的话 因为真的好累 累到想把全部的店都关掉 回日本去 破文曝光后 老板澄清 这只是气话 不是真的想打人 因为街道客宿实在太多 包含店内员工会提早下班 找顾客的钱也是用丢的 客人水杯没水也不补 老板感叹 在日本东京开店时 一名员工可以招呼10个客人 但台湾三个员工还坐不来 不知道是文化教育问题 还是自己只会讲日文台语 沟通有障碍 针对员工的教育问题 也有其他开店的老板这么说 餐饮里面有一定比例的员工 确实是可能会比较难训练 那像之前我们也有员工 是我们营业时间到10点 然后他是8点 8点多就开始不接客人 然后是持续两个礼拜之后 被我们发现 你餐饮业他比较不看重这个学历 各种这个行业 或各种学经历的人进来的话 有时候这个雇主呢 难免在这个面试的时候 会比较看走眼 跨国产店除了要顾及餐点美味 就连文化差异 员工训练也得投入庞大新利益者 最终报道